东京奥运目前比赛继续 台湾选手也捷报频传 让国内政坛掀起一波道贺风潮 不过也有人不小心吐嘴了 像是民进党立委赵天龄 在脸书发文恭贺李志凯 勇夺安马项目银牌 不过疑似因为小编做好预备图 却误PO成铜牌照赶快更改 还有拿下羽球男双金牌的林洋佩 他们最后决胜分这阴眼挑战的 压线球画面这个T字 台湾民众党想跟风 却把自家的党徽放在T字的外面 变成了界外 也被网友大栓民众党out 之后改文三图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 其实他昨天在脸书发文 他跟刚闯入女子拳击51公斤 量级四强的黄晓文 当年他们的练拳影片 他只是说谢谢黄晓文当年没出拳 世界排名第三 台湾拳击好手黄晓文 这回对打的居然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这击左拳柯文哲闪不过 柯P贴出当年合体影片 祝贺黄晓文闯入东京奥运 女子拳击51公斤级四强战 脸书怕怕喊话 谢谢你当年没出拳 接下来不用跟他们客气 期待把金牌刺青刺上身 还有去年台湾羽球公益赛 柯文哲和刚拿下冬奥羽球 男双金牌的林洋配合体对战 这支人物搭上奥运乐狂发影片 但李洋王岐霖最后决胜分 英言挑战的压线球画面 柯主席的民众党想跟风 却把党徽放在界外 被网友大酸民众党奥 只好紧急删除更换封面罩 民进党立委赵天霖同样发文 恭贺台湾安马王子李志凯 勇夺银牌却一度搞成铜牌 也被哭手 原来李志凯单场赛事 豪夺亦赢亦同 政界跟风体育 功课没做足却难免一笑大方 接着我们下午下三台湾不到